好 今年的第五号台风 独足锐 那么现在呢 在步步的禁逼 现在它的强度也增强是个中台 可能呢 有机会来到强台的一个强度 那么中央相决表示 最快在下午两点半中 也将会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我们随时为您展望它的最近讯息 现在逐渐向台湾来靠近了 下午两点半要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等到更靠近台湾 也可能会增强到个强烈台风 对于台东跟恒春影响最为剧烈 而在东半部跟高平山区 可能会有致灾性的降雨 而路径呢 很像2016强台墨兰地 没有庄山脉的一个破坏 在中南部的压力会蛮大的 受到杜苏瑞外围环流的影响 绿岛在上午已经出现两米高的长浪 台东 花莲风浪也逐渐增强 杜苏瑞台风25号上午8点 位于俄兰比东南方大约61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溪前进 杜苏瑞台风的台风也相当的清晰可见 预估也不排除有可能增强为强烈台风 26到27号这两天还是台风 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迹象局表示礼拜二上午 东半部开始会有间歇阵雨 西半部零行降雨 入夜之后东半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到了礼拜三 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降雨会变得明显 礼拜四的时候南部风雨会开始增强 礼拜五清晨降雨仍然很明显 到了白天风雨才会趋缓 中央迹象局宣布 25号下午两点半正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首先会进入陆上警戒区的范围 大概是从恒春半岛陆续进去 以影响的程度来说 台东恒春影响最大 其次是花莲 高坪 金门和澎湖 其中专家认为 东半部恐怕会发生制灾性的降雨 其次是高坪山区 花东及南部放台风架的几率最高 杜苏瑞的路径非常类似 2016年的墙台墨兰地跟台湾擦边 墙眼没有中央山脉的破坏 中南部压力会非常的大 杜苏瑞可能会成为 2019年8月青台白鹿登陆之后 近4年来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行政院长陈建仁 25号上午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特别指示交通部 要做好轨道运输的安全防护 大卖场也迅速成立了防台物资专区 销量最高的是矿泉水跟泡面 其次是照明设备 包含了手电筒跟电池 台风来势汹汹 民众把握暴风雨前的宁静 做好万全准备 好首先要来关注了这个台风 今年的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随着杜苏瑞呢 在接近的过程当中 强度还在增强 那么目前依旧是个中度台风 当他在最靠近的时候 不排除会是个中台上线 或是墙台向下 那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昨天这个时间点250公里 现在看到又变胖了一点 已经来到280 未来还可能来到300 所以看到当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那也因为高压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的路径 是不断的做一些修正 你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预测的方向来说 这个中心呢 会从海面上来通过 好 不过不管 有没有登陆与否 对我们来讲 影响都还是有的 下午的冷点半钟 中央相局 就可能来发布 陆上的台风警报 暴风的侵袭几率 包含了看到屏东 恒春 高雄 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今天下午两点半 预计最快就来发布陆警了 暴风圈明天会碰触到陆地 从今天开始 其实在下半天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就会因为万元环流的关系 海面上的风浪增强 明天开始天气明显的感受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都是在台风的影响状况之下 那么礼拜三 礼拜四影响最大 南部还有花东地区 大家要来关心了 有没有可能有台风架呢 还是要等他靠近 那看到整个台风也呢 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强度还增强 所以不排除 也可能会来到一个强台 但是当然还是呢 要以后续 实际上它增强的强度为主 那你可以看到 周三 周四 两天 就是整个台风影响 作为剧烈的时候 降雨的情形 整个东半部地区 好 可以看到 雨势会蛮惊人的 所以在今天开始 就要来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么眼看这个杜苏瑞 现在步步的逼近 小琉球的游客担心 台风一来回不了家 东流码头一大早就出现了人潮 不少人要来抢搭最早的交通船 把行程给提早结束 而在预估接下停止三天 当地的居民跟店家呢 赶快要来补货了补物资 而另外在高雄的海管充气的三支联盟成员 也赶快来泄气 东流线码头一早涌入大批返回游客 不少人提早结束行程 就是因为台风轿局 本来可以可能晚一点 中午再回来的 我怕台风是早一点回来的 杜苏瑞台风逼近 让小琉球居民和店家都狠猜 物资狂捕获 一箱一箱物资多到要用推车来推 交通船瞬间变成载货船 因为接下来恐怕要停驶三天 不知道这个台风威力有多大 毛起来大量补齐物资 小琉球各地观光景点几乎都没人 水上活动也暂停 船公司表示目前航线还没有受到影响 估计约有一千人返回 而屏东灾害应变中心 早上八点半成立二级开设 高雄海音馆超萌的蜜干站长 原本蓬蓬脸逐渐销轰了 工作人员一早忙着泄气 要预先做防台准备 25号到30号 三支联盟成员抢先放台风架 可能就是这几天走台风 要不然天气不好 等它弄坏又不是更麻烦 台风逼近天使轮 几百个货柜还在海上飘 台风来袭大风大浪 海上安全堪忧 交通部长王国才南下到小港 视察货柜打捞作业 要加派空拍机扩大海域搜寻 和漂流位置 要和杜苏瑞抢时间 把灾情影响降到最低 这评论高雄综合报道 好台风呢还没有来 但是农民也担心会受到影响 所以赶紧抢时间抢收 像是南投的牛番茄 青椒菜农 摸黑起床 凌晨三四点就开始来工作 收多少算多少 还有在云林的文旦最怕疯了 幼农担心落果赶快来加强树枝的固定 而在市场端的部分 菜价也因为台风要来的预期心理 是涨了一到两成 那么今天早上婆婆妈妈来买菜 就发现叶菜类明显的变贵 菜市场内主妇祖夫们 在摊位前挑选采买 要买这几样就335 就335 千便宜都要100多块就有了 高丽菜青葱买一买 无恙就要300多元 逛了一圈 所有人都有同感 叶菜类变贵了 大概贵差不多三成 三成 对啊 因为原本是隔15块 现在叶菜15块 叶菜类它可能贵了 差不多50%吧 台风还没进来 菜先涨 摊商说这已经是近期的第二波 前阵子因为太热又暴雨 菜价有小幅提高 这两天加上台风的预期清理 更贵了 这两天不是发布台风情报吗 叶菜类部分都涨了两成左右 批发端也是一样 西螺果菜市场高丽菜 从每公斤的36到40元 变成40到43元 空心菜更直接涨了10元 丝瓜小黄瓜也贵了一到两成 参地这边农民也是忙翻天 南投的菜农更是摸黑起床 凌晨三四点 抢收青椒牛番茄和火龙果 因为早期一到 刚刚还红台来 可以我们就快要抢收 因为如果没有到 真怕爆裹 还计划也没说很好 当花府新的芒果也正值盛产期 就怕台风搅局 能采多少是多少 而文旦怕风 云林又能 急着将树枝绑紧固定 以免严重落果 将影响中秋供货 在新北万里发生了溺水意外 一名男子下海采集螃蟹 但是呢 等了好久人都没有出现 朋友才来通报之后 把人救起来 最终还是宣告不治 而另外在台东 担心台风来 渔民漏夜进行了防台准备 但是有渔民被大浪打入海中 幸好紧急救援 只有受了擦伤 担心杜苏瑞台风来袭 渔民们都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台东长滨渔港 渔民们紧急将停泊在港区内的竹筏 漏夜进行揽绳固定 让林姓渔民站不稳 直接掉进海里 就此后才发现 林姓渔民右手大片皮肉擦错伤 陆海渔民有惊无险 人平安无事 但另一位民众就没那么幸运了 警销一同将溺水男子协力拉上岸 进行急救 24号晚间10点20分 新北市狮子公园 一名55年次旅姓男子 在附近海域浮浅 采集螃蟹及海中被累时 下海30分钟都还没有上来 朋友担心他发生意外 于是赶紧通报警销人员 最后顺利找到失踪男子 只是现场查看时 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后仍宣告不治 民众在夜间进行海上作业及活动时 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 一面意外发生 记者潘振贤朱丁荣 李亭熙台东基隆采访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 太阳多了 感谢观看